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刚刚的部分 我们就直接把它修改一下 修改内容大概比较重要的 我们没有换资料库 所以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会只有 只会一直都放在那个 Cursor01.db里面 这个都按右键把它refresh 如果你把没有把它refresh 他在这里 都放这里 但如果你 你就增加db02也OK 别人说你要放另外一个资料库 他资料库实际上在这边 就是所谓的档案型资料库 再来其他改一个score01 其他可能比较重要 就是那个 shop table后面 你可以加一个叫 if is this 如果你没有加的话 变成说如果他里面 没有一个名称叫 score01的话 他会出现错误 会卡就会有bug 其他的话大概就是 串接完 然后少一个栏位 最后把insert进去 并且把结果给 给吐出来 可能比较 需要注意的就是那个format 以后的话 建议啦 那个format可能要很熟 以后这样的话 一个丢一个丢一个 这样的好处就是 你不用转型 他反正就自动帮你丢 如果你要取到小数点的 第几位的话 还记得 冒号 点第二位的话 点2f 如果你没有不需要 你就不用加 没关系 就一个加个大瓜 那最后把它执行 那就可以看到 我们原来是在云端上的东西 把它下载完之后的话 就可以看到就是 这样的结果 另外 刚刚好像有个地方 我们在早上吃饭前 有讲到就是 如果我今天输出好了 早上那个问题 输出的话呢 这边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他的换行没有吃掉 有没有 就这个后面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这个反斜线N 但这个反斜线N 你如果要把它去掉的话 那我早上有讲说 那如果我今天 要把它拿掉的话 应该在哪个地方拿掉呢 有没有 这个地方 不过它是个串列 所以你如果点strip 点什么 点strip 当然你一般 我们前面讲过 点strip刮胡 然后给他一个反斜线N 可是问题 这个是针对自串 你不能用在串列 如果用在串列 它会出现错误 错误的话 错误讯息会叫什么 它说 它是一个list list的物件 所以没有这个属性 叫做strip 有没有 它不支援 除非说它是个自串 它才有支援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需要用这个切割的strip的话 你必须把它从那个什么 串列里面先取出哪一个是自串 你才有办法去加一个strip 哪一个是自串 我们要 所以呢 那个自串 应该会是在哪里呢 所以这个不能在这边 OK 所以应该在哪边呢 基本上 如果你不太知道 一样 你就print print的话 你会发现 它应该是在 这个 这个里面的哪一个呢 中瓜糊 它里面总共我们 会员资料总共五个栏位 应该是在 第五个栏位的后面 所以输入多少 4 有没有 我把这个第四个把它print 它底下先不要跑 OK 假设我把这个print出来 就是这个串列里面的 第四个 我把它植写一下 有没有 这个 后面怎么 反斜线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它print 它没有 没有把那个反斜线print出来 理论上 它这个后面 是有个反斜线 可能是因为它 或者干脆把那个串列print出来 把这个串列 然后print的话 可能就是要这样子 在它这个后面 print 有没有 这边有一个 跟在哪里呢 跟在这里 所以有时候你print的 那个字串 它不会出现 但是如果你print的什么 print的串列就有了 所以也就是这个是零 一 二 三 这个是四 所以也就是这个串列的第四个 帮我修改 修改什么呢 把后面的弄掉 再把它存回去的话 弄掉存回去怎么写 特别注意哦 这个弄掉存回去 其实很简单 一行就可以搞定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不会写 这个怎么写呢 特别注意哦 请你切割完之后 如果你要修改里面的东西 很简单 你就刚刚说 我请你帮我修改 最后那个 四的话就最第五栏嘛 等于什么呢 等于把那个东西去掉之后再存回来 所以写先 有没有 前后都一样 只是差别什么 strip 然后在这个地方怎么样 后面的地方把它strip掉 意思是说哦 他会把后面的这一个换行拿掉之后 再把它写回去同样的位置 那意思就是有点像什么 把它盖过去的意思 覆盖过去哦 特别说哦 这个写法哦 虽然不是很困难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不会 那不会你就 就没办法了 OK哦 所以其实没有很复杂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要变更任何的串列的话 很简单 就是改完之后 丢回去一样的位置 盖掉就OK了 OK哦 应该可以懂了 所以哦 串列的修改 其实这个应该叫串列的修改 用这个方法就OK了 因为要活学 因为之前也有一个同学问我说 老师这个地方怎么办 他也没办法 他弄了半天 他最后 他也查了很多资料 其实并不困难 这样就OK了 好 这个概念其实跟那个 我是把它用那个 像VBA里面的那个Sales 储存格 储存格你要修改一下 把新的资料丢进去就好了 不概念不就一样吗 所以哦 我一直强调 我其实在这里是把它当 Range物件来看待 其实它蛮像Range物件 OK哦 来执行给各位 如果把它Ship掉 这样会不会成功呢 底下的话我就让它又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那什么都没有变 只有这一行 OK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结果会不会正确呢 去掉了没 有没有发现 最后真的去掉了 OK就这样而已啦 就多一行 其实没有增加太多东西 那待会的话请各位 试一下 就第一 请你把那个全省邮局地址 就邮局的 那邮局地址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 我们的云端上面的 范例档案里面 之前也讲过 OK 然后把这个下载 下载解压缩之后的话 那这边就有个全省邮局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这25个档案 因为这个里面25个档案 全部都塞到资料库的话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比较快 当然你现在没有什么方法比较快 你先一个再全部 一个再去 所以我们第一个练习 请你先把三重的这个先丢进去 三重就好了 那三重怎么做呢 第一个我们一样 就是直接怎么样 拿范本来改比较快 所以其实不用做任何事情 你干脆就把刚刚的那个练习题 干脆学生成绩 里面也是四篮 干脆把学生成绩 这个贴上去 复制贴 练习题的话 就是把它改成全省邮局 也许这边的话 我把名称改一下 这几个字 把练习题改成全省邮局 然后再来就是先开一个档 所以我把全省邮局 这个范例档打开 然后里面的话 这上面都一样 也是放在同样资料库 只是说这边把它改成 把它改成邮局 叫Post 其实应该叫Post Office 所以就叫Post 如果一样把这边全部取代 所以Ctrl F 把这个全部取代成这个 第一步 所以如果你会取代的话 其实可以省掉很多事情 replace replace fine replace 大概会有几个 OK好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说 一样去create一个栏位 总共呢 我们看一下 如果先放三重好了 三重里面的话 一样 总共会有四个栏位 这个叫什么 这个应该叫橘号吧 如果不知道没关系 这个叫A栏 这个叫B栏 这个叫C栏 这个叫D栏 OK 因为每次光要想名称就头痛 这叫什么 干脆叫ABC 所以有时候我都用Excel的概念去联想 资料库 就变简单了 反正 所以Excel真的它的概念 出发点很简单 就是尽量把复杂的东西 已经帮你cover掉 剩下来就是你 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一点事情 所以ABCD这几个栏位 那把这些东西呢 帮我塞到什么资料库里面 剩下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一个OK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我们要多个OK 所以多个怎么OK呢 我们有没有方法就是 可以直接去里面帮我查某个资料夹 里面有几个档案 那有几个档案呢 自动我就把那几个档案跑个回圈 他没跑一次 那我就塞塞塞塞塞 把里面东西先塞到资料库 他换下一个档 再塞塞塞塞塞 这样的话呢 25个档就可以一次全部都把档案 塞到全部通通把它放到资料库了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工作里面用到的几率还蛮大的 也就是如果你要建一个 所谓的查询系统之前 或者你要建一个 或者产生统计分析报表之前 你如果资料没有放进资料库 所以真的还蛮做 蛮难做的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把资料 先通通丢到资料库 所以也就未来 你假如要产生报表 或者产生图表 产生一些东西的话 其实 就是最简单的方法 第一个不用想太多 直接丢资料库 再来去想其他的 如果你没有变资料库的话 你只是个档案的话 你要叫我弄报表 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弄 因为档案通常是无序的 他没有一个什么栏位式的 或者什么可以做后续的应用 或者甚至你可以丢到资料库之后 你在输出成 Excel档 或者CSV档 XML档 或者其他档案格子 就简单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丢资料库 好像真的其他的 问题都很大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资料库很重要 所以请各位先试